在光影幻化 绿叶薄缩 千末纵横间 栩栩微风伴着沁人花香 细品香气浓郁的咖啡 我们来到台湾咖啡的故乡 云林县古坑乡 说起古坑乡的由来 有一段美丽的传说 早年有一对恩爱夫妻 以打铁为生 他们既以精湛 且为人敦厚善和 于是大家称他们住的地方为 打铁坑或昂坡坑 后来就简称为安古坑 直到台湾光复后 正式命名为古坑 古坑乡是云林县最大的乡镇 面积一万六千六百公顷 境内多山 物产富饶 古坑乡开发甚早 在清康熙年间 西元1684年就已经设置 当时属侏罗县董六社管辖 民国39年正式定名为 云林县古坑乡 目前乡内有20村 乡民大都以农为业 生活淳朴 民国88年921大地震后 政府极力推动观光产业 乡内除原有草岭 张湖风景区及剑湖山游乐世界外 另因咖啡产业兴起的华山 华南 桂林及荷包咖啡庄园 已成为国人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古坑乡位于海拔六十至一千七百五十公尺间 乡内地形高低起伏大 丘陵多平地少 物产丰富 乡内柳丁 咖啡 竹笋 凤梨 茶叶 巴勒 苦茶油 花卉 及有机农业等文明全台 由于乡近多山 营造出丰富的生态环境 目前乡内最有名的猪罗树蛙 萤火虫 大关鸠 台湾蓝雀 蓝蜀咸等 吸引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赏 是云林县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最佳场域 古坑乡对外交通便捷 可由国道一号 及国道三号 连接台七十八号 东西快速道路 谷坑系统交流道 即可到达谷坑 另有台三线 北街斗六南投 南网梅山嘉义 三月雪飘香 十月满山红 倒出谷坑乡重要的产业柳丁 别小看谷坑乡这个山城 它的柳丁产量可是占全国百分之三十 三月间处处柳丁花开 犹如白雪矮矮 浓郁香气诱人 成为吸引游客的焦点 到了十月柳丁成熟 成山成海 鲜红欲低 又是一番迷人景致 每年十二月 谷坑乡公所更举办柳丁节活动 招来游客 大力行销皮薄之多 老少咸宜的台湾福气果柳丁 谷坑是台湾咖啡的原乡 据传台湾咖啡早在荷兰人聚台时引进 1932年 日据时代图南产业诸实会社大量推广 种植于谷坑山区 由于品质优良 1941年达到高峰 1959年国民政府时期 于云宁县经济农场 建造远东规模最大咖啡加工厂 吸引国人消费能力不足 逐渐失为 民国88年921地震后 在谷坑乡公所全力推动下 重现台湾咖啡风华 目前谷坑乡的咖啡庄园 多分布在荷包 华山 华南 桂林 草岭 石壁等村落 成为民众休闲 看夜景的最佳去处 每年11月台湾咖啡节活动 都吸引不少游客 前来品尝 谷坑咖啡的美味 古坑早年 极有麻竹笋王国之美誉 乡内所产麻竹笋 富含纤维质 低热能 是素生的健康食材 其数量及品质居全国之冠 行销欧日诸国 现则以内销为主 每年6至10月为麻竹笋盛产期 可以先吃 可以制成笋干 笋丝 酱刺及罐头食品 近年来公所办理竹笋节活动 将麻竹笋美食推广至全国 吸引外地游客 揪团来谷坑 品尝道地竹笋大餐 话说谷坑的绿宝石 巴勒 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在台北果菜市场拍卖价格 创下最高价的巴勒 正是谷坑香生产的 谷坑巴勒品种有牛奶巴勒 水晶巴勒等 甜度高 富浓浓的巴勒香 令人回味无穷 谷坑堪称是花果之香 整年都有水果生产上市 除了最大宗的柳丁 最高价的巴勒外 还有甘甜多汁的碰甘 色泽红润的美女甘 茂谷甘 果大鲜红的葡萄柚 是外销日本上海等地的大宗 另外 凤梨也是谷坑香重要的农产之一 在种品质多样化且品质优良 相当受到市场欢迎 由于谷坑的水质及地理环境 相当适合花卉生长 农委会农业试验所选定本乡麻园村 设置花卉研究中心 云林县政府也在乡内设置设施园艺专区 引进文心兰、蝴蝶兰、国兰、火鹤、美生菜等温室农业 创造台湾农业的新里程碑 草岭山区盛产苦茶油 也是谷坑重要的经济作物 近年来有机农业兴起 位于麻园村的福治农场 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有机蔬果栽培区 观光产业是古坑乡近年来发展的重点 在各界通力合作下 我们看到了古坑乡充满希望的未来 草岭、张湖 早期即是古坑乡著名的景点 草岭全台罕见的峭壁雄峰 恢复神工的万年峡谷 气势磅礴的蓬来库部 清泉丛丛的石壁仙谷 可足跨三线的迦南云峰 弥足珍贵的张湖贝壳化石区 都让人留下美好的回忆 921大地震 古坑草岭受到重创 在重建经费协助下 成立地质公园 展现地质多样性 并在绝多山设立国家地震纪念地 到华山喝咖啡爬爬山 走吊桥看夜景 已经是许多云林献民 日常从事的休闲活动 鸟与花香 趋近通幽的登山步道 总是吸引许多民众前往践行 尤其是充满文学气息的 华山文学步道 更让人流连忘返 剑湖山游乐世界 在业者努力经营下 除了持续建制新型游乐设施 兴建王子大饭店 进一步提升地方观光水准 每年吸引数百万的观光客 尤其近年来跨年时的高空烟火秀 更是涌入爆满的人潮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骨坑香绿色隧道 有一段种树护树的感人故事 在50年代骨坑香公所公共造产政策下 由南载村民辛勤种植养护的芒果树 在台三县道路拓宽时 居民极力反对砍树拓路 台三县因而改道 让芒果树得以保留至今 每逢假日总是吸引许多人潮 前往休闲散步 也成为县内举办大型活动的最佳场所 新台三县所种植的张树 夜之夜服输 形成另一个隧道景观 近年来自行车运动风行 骨坑香内149甲县因景观优雅 吸引许多自行车爱好者前往骑程 乡公所也积极规划自行车道 沿着斗六大尊新建的自行车专用道 已经落成 北达湖山水库南街大陵镇 由于沿着斗六大尊而行 交通安全性高 跨越石牛溪的百米吊桥 已成为骨坑香重要地标 全台开花最早的油桶树 就在骨坑香荷包山 每年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办理铜花祭活动 皆与本乡荷包山揭开序曲 四月份铜花伴随咖啡花盛开 形成全台最独特的铜花祭活动 古人竹水而居 多少事端也因水而起 位于水队村的分水碑 述说着清光旭年间 水队 田兴 沟坝等部落居民 与大浦溪以南的骨坑庄民争夺水泉 爆发严重冲突 后来由地方士生检疫 出面调解分针 特例分水碑 以划清水源及水泉分界 骨坑香228纪念碑 是全国第一座在挖货受难者遗骸地点 设置的纪念碑 民国92年 台湾228和平促进会 秘书长张秋武女士 代表离难者家属 希望于云林县古坑 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228纪念公园 遂于95年 在绿色隧道公园旁 纠躬新建 99年落成启用 恭候人频道 民国95年 经济部水利署 进行湖山水库工程规划 在本乡棋盘村 发现骨坑大平顶遗址 随后经过多次地表 考古调查及会刊 民国97年 经由考古视觉及内涵评估 发现有神文桃 及银浦市灰黑桃二层文化层 由云林县移植省议委员会通过 并公告为限定遗址 古坑乡过去是烟业的重要产地 是许多乡民的经济命脉 目前还存在许多老旧烟楼 新城怀旧的农村景观 近年来许多社区开始推动 老烟楼维护工作 让古坑烟楼建筑景观得以保存 来到古坑乡麻园荷兰景 其历史可远速至荷兰人 聚台时期所凿 故名荷兰景 现已成为有名的历史遗产 早期竹笋是古坑乡最大特产 竹材可供造纸 目前张湖、华山及桂林地区 尚保留手工造纸设备 令古坑鲜明来到今日梅山古坑一带 见当地都有坚硬的岩层 于是利用岩石打造石材器具 是地方重要的人文景观 近代最有十大杰出青年新传奖的叶新佑 叶王首奖的蔡贤勇 都是古坑杰出的焦纸陶艺术家 古坑乡人宗教信仰多样化 其中已供奉玄天上帝居多 新镇中心所在地 嘉兴宫主寺持府千岁 而位于剑湖湖畔的慈光寺 是一所佛教寺庙 地母庙剑德寺坐落在荷包山 是一座远近知名的庙宇 另有永光基督教长老教会及古坑天主堂 古坑乡近有数不尽的老树 石壁的九穷神木 新庄的茄冬老树 华南的雀戎 东河国小的黑松 张树及华山国小的罗汉松 都是古坑乡非常珍贵的资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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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